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风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XGP使用的一些高阶的方法 如果你还不了解XGPT 它其实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 它可以生成 自然语言文字 为我们的生活 工作提高 非常 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呢 怎么样才能 高效的使用 怎么样才能高级的使用 XGPT呢 在本期的视频中呢 我将分享两种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就是帕雷托原则 第二个的话就是 苏格拉底方法 那首先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帕雷托原则 它是一种管理和经济学中的 常见的一个原则 也被称为二八定律 简单来说就是 80%的一个 效果来自20%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非常多的一个方面 包括我们的时间管理啊 学习方法呀 在使用XGPT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原则 找到 对我们最有用的一个 功能和应用 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和准确力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自从我们在 学校 毕业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 其实我们更多的话 其实就是 自己学 但是平时 如果你 自己学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 比如说 制定一个计划 怎么样去找那些 专业的一些教程 找一些素材呀 会花掉很多的时间 去寻找这样的一些 课程 一些教程 其实如果我们使用 XGPT的话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制定这样的一个 学习计划 还可以 帮我们找到一些 我们想要的一些 免费的一些 学习教程 那今天 我们首先 通过那个帕雷托原则 让GPT 帮我们找到 一些免费的学习教程 并帮我们制定一个 有效的一个学习计划 比方说 你想学习 Premiere 视频剪辑 然后你确定了 10个 不同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方向 那么 根据那个帕雷托原则的话 其中两个主题 可能对 Premiere 视频剪辑 的 80%的一个 实际 效果负责 因此 你只需要将 大部分你的精力 放在这个 20%的 这两个主题上 而不是 试图一下子 把全部的东西 都学完 把精力放在这个 20%的 上面 我们可以利用 人工智能 掐GPT 使用 帕雷托原则 让他为我创建一个 重点的一个学习计划 我们来词操一下 告诉 掐GPT 掐GPT 他能给出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OK 我现在已经把字打进去了 它很快就可以 它正在帮我生成 看我们 重点要学的 20%的一个技能 是什么样的 马上就来了 那这个速度 其实还是 非常的快的 叫我们掌握一些 基本的一些操作 比如剪辑 剪辑片段 一些使用转场的 一些特效 还有增加音频 还有调色 最后就是一个 输入输出 导出 导出视频 然后这六个方面 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 重点学习的一个方面 那现在这个掐GPT 已经帮我们 需要重点学习的 20%的内容 是什么 是什么 一些知识 那比如说 我平时上班 没有使用 我只有星期六 周末的时候有时间 那我可以叫 掐GPT 帮我生成一个 周末的一个 学习计划 我们叫他来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叫他帮我创建一个 学习计划 我只有星期六星期天的 晚上有空 看他怎么样 帮我创建 这样一个 学习计划 看看马上就 帮我们生成出来 比如说 星期六的 晚上 7点到7点半 学习 一些基本操作 然后8点 学习转场 然后星期天 在学习 输出导出视频 他 他说了 这是一个初步的 一个 时间表 那这样他帮我们 计划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跟着 他这个时间表 那进行一个 学习 掐GPT 已经帮我们的一个 学习计划表 计划出来了 那 我现在需要找到一些 比如说 学习资源 一些书籍 一些 教程 那如果我自己去找的话 可能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 那我们能不能交给 掐GPT 帮我们寻找到这样一些资源 我们来试一下 我教他针对我以上的一些学习句话给我一些比如说 书籍的购买链接呀 Youtube的一些视频链接呀 还有一些播客的链接 一些交互网站呢 我看他能不能 给出来我的一些 一些 视频链接 你看马上就开始生成出来了 他先给了我们一个 Odabi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 手册的一个教程 然后给了我这几个网站 还给了我一个 Youtube上面的一个链接 我这个是可以的 他非常快的速度帮我们找到这么多一些学习的一些字眼 如果你是新手你如果自己去找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要花费 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用XGPT他只需要 几十秒钟就帮我们 全部搞定了 我再教他 给告诉我一些书籍 我教他有没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给我 你看他马上就 马上就给我们找出来了 哪些书可能的话 对我们学习这个视频剪辑有帮助 然后给出了一个亚马逊的一个购买链接 还给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介 简介 这个非常的高 这个东西非常的高效 通过一个真实的一个视频剪辑的案例 是其实是加加加强这个学习过程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个知识点 如果我想让AI帮我想出一个快速提高我视频剪辑的一个方法 举个例子 使用premiere 让我的视频 背景虚化 有时候你是不是想让一个背景就像我后面一样 背景是一个虚化的效果 那怎么样 在premiere里面可以快速实现这个效果呢 我们可以来问一下那个 XGPT 我们可以问一下 XGPT 比如说我想让我的 视频背景虚化 我需要怎么做 我告诉他 然后他很快他就会 给我一个具体的步骤都告诉我 你看 想让背景虚化首先是需要是用 premiere里面的一个高丝 高丝模糊 需要用到premiere中的一个高丝模糊 然后他说下面是一些具体的方法 你看 马上就帮我们挪裂出来了 非常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他说 如果想要更好的一个背景虚化 可以叫我们用大光圈 其实最好的还是用 手机拍的手上去虚化 其实后期也可以让背景虚化 只是说稍微麻烦一点点 这个AI他其实 可以当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而且他也不会不耐烦 而且他 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回答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有时候我问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去问别人 可能别人还会笑你 但是你去问这个AI他就不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问他 什么叫做序列 那他其实很快就可以 告诉我们答案 也没有人说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 还有人来笑你 对不对 比如说序列 你看他很快就给出我一个答案 比如说他解释出来这个序列 你还是不明白 你可以 叫他 帮你当成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来给你解释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那比如说他上面解释了半天 我还是不明白 我叫他 用一种更更 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跟我解释一下 就是帮我当成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解释一下序列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怎么来给我们解释 你看 很快给我们解释出来 然后序列就像一张画板 我们可以在上面放很多小图片 每个小图片都是视频的话 音频剪辑 就是 他 如果你确实还是理解不了 他上面一些专业术语 你就可以叫他 帮你当成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来给你 来个 重新给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对于下一个方法的话 比如说我要求他帮我创建一个心理模型 或者 或者是一个类比 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 比如说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主题 比如说Premier里面的 码率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 叫XGPT 用那个 建立心理模型 和类比的一个方法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码率 我们来实操看一下 OK 建立心理模型 和类比 帮助我 理解 和GPremier的码率 我们来叫XGPT 帮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你看 他很快 就把我们解释这个码率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通过 建立心理模型 来告诉我 他说可以将那个码率 比喻成 水管中的水流 或者像水管中水流 可以用 单位时间内通过水管的水的体量 体积来衡量一下 他给出你这个答案以后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这个码率是什么了 他 他把码率 比喻成 比喻成 水管中的水流 那最后对于这个方法的话 我可以要求XGPT 引导我进行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练习 帮助我内化掉一个概念 并想象自己将其 应用到真实的一个生活当中 比如我想要 XGPT 帮我理解什么叫做 苏格兰底方法 这个词 并通过一个 可视化的一个练习来引导我理解这个词 我们来实操一下 看XGPT怎么来 引导我理解 苏格兰底 这个方法 这个词 好的他说他可以帮我进行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练习 帮助我 内化掉苏格兰的方法 并 并想象把这个东西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他叫我 闭上眼睛 然后放松身体 深呼吸 尽量让自己先放松下来 然后 再想象自己和朋友正在辩论 然后 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苏格兰底方法 这是一种提问和探究的一个方法 是由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兰底提出来的 他强调通过提问 激发思考和理解 不是简单 接受别人的观点 在使用 掐GPT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个方法 通过提问 得到更准确 有用的信息 我们的学习和一个工作的一个效率 那现在 词操来给 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我想让你充当一个苏格兰底 用苏格兰底的方法来 帮助我提高我的一个批判思维 逻辑思维和你一个理解能力 我们 首先让他进入这个角色 OK 他说他可以 尝试用苏格兰底的方法来帮助我提高我的一个逻辑能力 你的任务是对我所做的陈述 提出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我答复之后 在你提出你的下一个问题之前 对我的每一个答案进行一个建设性的一个反馈 OK 他说可以 请提供一个你想要讨论的话题 比如说我们问他 先有机还是先有答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怎样进行一个学习和一个讨论 OK 然后我问题问他以后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问题抛给我 他就会问我 来先有机 还有现在他比如说我说先有机 OK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苏格兰底的一个苏格兰底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提问题 然后一起通过通过提问题讨论然后来学习 一种新的东西 OK他说 那他问我先有机 他认为我认为我认为先有机对吗 那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说对的 我是 自己想的 哼 我们看一下他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会问我是基于什么样的推理来得出这个结论 然后我是否思考 然后是否可以将我的一个思考的一个 过程 告诉他 然后让我更好的理解你这个结论 这个就是苏格兰底的一个方法 其实 我们在和 掐GPT 对话的时候 用这个非常好 可以让我们 快速的理解 而且可以非常深入的理解 某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 收看本期关于掐GPT 使用的高阶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利用掐GPT 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和一个 创造能力 回顾我们本期的一个视频 我们主要讲解了 如何使用 掐GPT 来进行一个语言生成 和对话 以及如何使用 苏格兰底方法 来优化我们的对话体验 同时我们也介绍了使用帕梅托原则 来学习主要的 20% 见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达到80%的一个效果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反馈 请在评论期留言 我是温迪悟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 网络创业 网络赚钱的一些 思路和方法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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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